对 好球 好球 顶着南台湾30度高温 在网球场上亲自指导年轻球员 奥运五朝元老 40岁退役两年的卢彦勋 期待还是维持的 和打职业赛时一样好 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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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后宣布退出职业赛 卢彦勋和哥哥卢威如 积极投入打造国际网球学院 希望将过去20年拼搏 闯进温布顿八强 世界最高排名33 四次亚运拿下两金一银两铜的心路历程 分享给热爱网球的每一个人 有一个学院的方式来让他国际化 想让台湾成为网球地图中的亚洲代表 卢彦勋认为就得和国际接轨 我一直与亚洲游戏 所以我可以分享我的知识 亚洲游戏 但同时也带着俄网球和西方文化 长庚的运动伤害防护室 他可以马上帮你处理 全类一年多的学院 包括都将代表中华队出战杭州亚运 也都曾位居台湾球王球后的曾俊欣 格兰·乔安娜 都已经来进行训练与交流 我们来到球场 感觉像置身小小联合国 难看到来自美国 希腊 英国 印度 香港等地球员 教育与球员的比较 是2-1或3-1 这会让球员非常注重 学网球的门槛并不低 要完成像我刚刚正手 还有反手的抽球 最起码也得学10小时以上的课程 那么在台湾 网球教练一对一的教学学费 是落在一小时1500元左右 寻求多方合作 才有机会带领学院走得更长更远 卢彦勋角色从选手到管理者 再往国际教练之路迈进 目前包括刚在美国网球公开赛 击败世界第五 创下中国大陆网球记录的选手张之珍 以及曾刷新大陆南网最高世界排名的吴奕炳 都曾聘请卢彦勋执教 这次杭州亚运 台湾曾俊昕 大陆张之珍吴奕炳都将出赛难担赛事 对于子弟兵可能赛场强碰 卢彦勋对于中华队能夺牌 充满信心 亚运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比较明显 那几个竞争国家就是大陆 然后日本韩国 但是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是有一定的实力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还是有机会能够多牌 TVBS新闻陈旭一 李黄龙 林敏珍 台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